相关人士今天表示 该案将有来自大陆无所院校37名师生府台 预计将于7月15号抵台 7月23号离台 计划参访台湾大学 台湾政治大学等多所学校 对此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表示 虽然民进党当局此前迟迟不予审批 直至访问团临近出发 才同意核发入台证 致使参访产生许多技术性困难 但马英九基金会将努力克服 警力使访问团此行顺利圆满 消息曾指出 台当局各部门的审查 也证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指控的 所谓陆生来台统战之说 根本站不住脚 希望民进党当局不要再走 抗中与抹红的老路 真正支持两岸全面恢复交流 大陆方面 此前也就相关问题明确回应指出 我们乐见并支持两岸青年加强交流互动 增进相互了解 深化彼此友谊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共同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两岸青年的愿望和需求 取消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不要再人为设置障碍 另据台媒报道 7月13号是马英九73岁生日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天率团 拜会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并为其庆生 马英九表示 他今年4月赴大陆祭祖时 最大的收获是再次开启两岸青年学子的文化交流 两岸多交流就可以促进和平 两岸年轻人的互动是浑然天成 欲罢不能 文化交流 5.1950 7.1950 3.1951 5.1951 5.1950 175.20